从空中鸟看台湾 纪录片看见台湾 呈现台湾的美 更捕捉到一幕幕人为开发 破坏宝岛环境的害人画面 电影去年上映期间 叫好又叫做 提高了观众对环境保护的意识和讨论 最近发行DVD销售成绩不俗 导演齐柏林特地举办签名会 感谢观众支持 过去我们大概在讲爱护土地的时候 其实眼睛看不见 然后不知道哪里需要被保护 透过这屋片子传递的讯息 有很多的朋友了解到台湾 现在目前所面临到的 所有的一些环境的一些现象跟议题 齐柏林持续在高空中记录台湾 最近她在桃园南肯西出海口 又发现河川污染 主动提供给桃园县环保单位追查 其实这样的现象说真的 每每看到不管是污染 不管是破坏 不管是烂啃烂箭等等的那种 对环境不友善的行为 在飞机上看到其实都是一目了然的 那看到当下你绝对会是心痛的 只要任何跟我一样有机会飞上天际 看到这样的环境的伤痕 没有人不会挺身而出的 不过齐柏林认为在南肯西拍到的污染画面 应该是单一个案 因为电影上映这一年来 台湾的河川污染明显变少 台湾的河川在这半年多来 根据我电影上映以后的观察 事实上改变了很多 过去经常可以看到五颜六色的水色 在这半年来已经不太容易发掘了 这部电影事实上带给了非常多人鼓舞 不管是环境保护团体 平常关心乡土的一些朋友们 都会更勇敢地来担任环保纠察 看见台湾不只在台湾获得观众共鸣 火星影展也邀约不断 下个月还要在日本上映 齐柏林表示 这部纪录片不只呈现台湾的环境问题 同时也是世界的缩影 传递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主要设计的张志燕 王一文台北报导 刚刚听到那个导演